大家好 欢迎来到Gtop 我是巴特张 咱接着聊经典历史剧《雍众王朝》 我先把前面情节大致捋一下 让新老朋友快速入戏 我还是强烈推荐你签看前三回 以做到无缝衔接 故事开始于康熙中后期 一片盛世欢歌之下潜藏着重重危机 励志废齿 土地兼并 接踵而至 1922年康熙病逝 连绵二十多年的九子夺嫡 终于落下帷幕 权力的决斗场上四爷应征 最终胜出上位 视为雍众皇帝 聚集虽名为雍众王朝 前半段更重要的人物 却是焦黄扮演的康熙 他在幕后运筹帷幄 暗中考察 选择了四子应征 为帮助他顺利接棒 真是机关算尽 老爸只能帮到你这儿了 至于王位能不能坐稳 则是个更大的考验 当晚雍众穿着丧服回到府中 并没有现身 他可是雍众上位的大功臣 自然得有个说法 雍众没想好 而乌先生已有了主张 坚决不当官 只求伴隐 他身有残疾 无法独立谋生 希望皇上能给找个地方 解决吃饭问题 并且在雍众想要去找他 唠嗑拿意见时 能随时找到即可 以雍众先生的才智断尾 自然明白半君如半虎 以前也许可以不分你我 但皇权是不容分享的 急流勇退 才能避免兔死狗烹 当十七二个想要求见时 他代替雍众 说下了下面这番话 要是私事 你就说 天子没有私事 这 吴先生确实是为了天下百姓 才愿意辅佐雍众上位 最后一句就是讲给雍众听的 说敲打也不为过 你已不可能再做你自己 为国为民将是你余生的宿命 雍众暗中安排 吴先生去帮李威的忙 临行那天走得悄无声息 是三爷印祥自发送行 二人不是主仆 却亲如兄弟 自然依依不舍 因为有雍立大功 雍众打算授予十三爷 铁帽子王的爵位 这是个非常稀缺的荣誉 有亲一代 总共才封了十二个 其中八个在十七世纪立国之初 大多是开国元勋 铁帽子王的最大特征 是世袭罔替 后代无需降绝 死后佩享太庙 再加上一系列的特权福利 理论上来说是永享富贵 不过现实的历史中 也持有中途夺绝的记录 吴先生临走时 给了十三爷一个忠告 千万不要接受铁帽子王封诀 飞鸟禁 粮工藏 要收敛锋芒 夹起尾巴做人 方能一世平安 不过吴先生多虑了 真实的历史中 雍众对这个十三弟 宠得不要不要的 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雍众上位后 印子成了避讳 所有兄弟的名字 都改为允字辈 而十三爷死后 却可以把名字改回印祥 成了清朝二百多年历史的独一份 下面我还是按照印字辈来称呼 省得您太混乱 十四爷硬提了 此时他正在回京奔丧的路上 眼中除了父亲去世的悲伤 更多的是愤怒 对来迎接的土里称爱搭不理 怎么我没回来 皇帝就换人了 回京马不停蹄 也就顾不得住宿标准了 在郊外的破屋将就一晚 碰到一个孤苦伶仃 几乎要冻死的山西女孩 她名叫乔影帝 很对十四爷的脾气 于是带她一起进京 这段戏表现十四爷普通人的一面 不完全是个政治动物 且带出乔影帝 这个后半段很重要的角色 到了陆河驿站 马其总众官员来迎接 十四爷完全不理这茬 执意要立刻进京 拜祭先帝灵位 此时雍仲终于上书房的两位大臣 商量追缴国库欠淫之事 几年前那次追缴烂尾 这次掌握了最高权力 发誓要例行到底 就从财政窟窿最大的山西做起 龙科多推荐户部前官员诺敏 他因开罪了八爷被冷落多年 此人一身正气 擅长理财定可胜任 雍仲现在求财若渴 同意破格路用之 正说着十四爷到了 他可不打算认四哥当皇帝 冲进临堂大喊着把棺材打开 不要亲眼再看一眼老爸 用力过猛 甚至把亲娘都撂了一下 雍仲感到十四爷依然不服 拒不叩拜 雍仲避其锋芒 沉着的把母亲得妃 请到上座拜为皇太后 意思是你就算不认我 难道连亲娘也不认了吗 从今日今时起 您就是我大清国的 圣母皇太后了 到了这个份上 胳膊拧不过大腿 十四爷再闹 可就真的是 以满朝文武皇族为敌了 登基大典后 雍仲正式坐上皇位 说了一番肺腑之言 你们中有谁愿意 做这个皇帝 今日当众说出来 我让位给他 这番话自然被下面的兄弟 当成高级凡尔赛 就像马云说我不喜欢钱 十爷应讹还故意乱放屁捣乱 前清宫里立刻内味十足 但这些雍仲都掐着大腿忍了 还任命八爷应四 为总理王大臣 希望尽弃前嫌 全力复国 雍仲此时44岁 正值壮年 意气风发 准备大干一场 他可以说是中国 甚至是世界历史上 最劳魔的皇帝 没有之一 在位13年 全年无休 每天平均工作 16个小时以上 不是在批揍折 就是在义政室 共留下了 1000多万字的诸批文章 且不尽女色 继位后只生了一个仔 丝毫不考虑 后宫嘉丽的感受 堪称帝王级的人肉干电池 真正的燃烧自己 照亮帝国 雍仲的改革 从国库亏空 最大的山西开始 刚才提到 龙科多宝举诺敏 去山西当巡抚 不同于一般 封江大吏上任的牌场 诺敏连轿子都省了 只坐了辆泼马车赴任 可谓耳目一新 刚升堂就火力全开 说皇帝也给下了死命令 300万赤字亏空 需要两年内填补完毕 且严禁搜刮百姓 否则我官丢了 你们谁也好不了 但凡新皇登基 大多例行会做两件事 一是铸造新钱 象征着国事气象 二是开恩科招揽人才 某天一个叫孙嘉诚的户部官员 堵在宫门口 吆喝着要见皇帝 说刚铸造的新钱有问题 他因相貌丑陋 脾气耿直 很不受同僚的待见 一会儿人几乎打起来 惊动了盛价 孙嘉诚批头散法 来到殷仲面前 毫不客气的指出 新钱成分不合理 会造成极大的国有资产流失 按照官价 是一两银子兑换2000之前 而市面上实际只能做到 一比八百 造成严重的错位 殷仲一听大为惊讶 让孙嘉诚说下去 国家花了那么大的本钱 去开矿炼铜 炼的铜再多 只是好着那些贪官 苦了小民百姓 这现象按照现在的术语 叫通货紧缩 朝廷按照银子收税 百姓手里没有银子 只能按照一比两千的 关价交质钱 贪官物力把质钱 倒出去 融铜能得到二两多 而只需交给国库一两 常年赚住中间商赚差价 雍仲听后很震惊 但当着各位大臣不好发作 面子上斥责了孙嘉诚 心里已有了主意 另一件大事是开言科 也就是除常规科举外的家考 新朝出力急需人才 必须从民间选拔 没有利益纠葛的新锐 才能政令通达 并扶植属于雍仲的亲信班底 他随命张廷玉的弟弟张廷鹿为主考 世人领袖李福为副主考 这个任命很快会惹出不小的风波 众臣左后 雍仲约十三弟印翔下棋 但怎么下都是和 雍仲大为不满 觉得印翔不再是那个直言赶剑的侠王 我做了皇帝 但还是你四哥啊 下不见上 皇上 臣是以礼而行 屁 圣祖亲赐号拼命十三郎 现如今这 这怎么了这是 康熙圈禁了印翔十年 是为了磨练他的心性 没想到磨过了头 狭王成了粘茄子 本来印翔一直是雍仲的事业加油包 现在却如雍仲般唯唯诺诺 雍仲一番鼓励 让印翔诚心振作 甚至主动请英去西北评判 没错 转格尔才评了没两年 蒙古青海部的罗布藏丹增又反了 但雍仲不放人 先剥夺了十四爷大将军王的职务 他的想法是让陕甘总督年庚瑶接任 十四爷拿兵权实在不让人放心 至于正臣孙嘉诚 雍仲默许了他的调陈 命令将心钱从原计划的一千万枚 降为一百万枚 并按同四千六的橙色铸造 同时觉得孙嘉诚是一个监察御史的材料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主任 随后让张廷玉微服登门宣读圣旨 这之前孙嘉诚还以为要处分他 来了一段慷慨陈词 真映了后人林则徐的那首诗 苟立国家生死矣 其因祸福必屈之 这天上朝时 山西巡抚诺敏发来折子 十几年积攒下来的三百多万两国库亏空 竟然不到一年全部还清 雍仲皇帝喜出望外大家宝奖 这是他登基以来的最大利好 为全国各省的官员做出榜样 意思是糯米能搞定 你要是搞不定就是能力问题 不光口头表扬 他接着让人拿上了一块大饼 就是这个东西 马上将为雍正带来严重的信任危机 朝廷立刻派人送往山西 并将此事明发各省 正巧此时田文静 曾陕西前往河南赴任 路经山西就留意巡查一番 刚进阳泉地界 就是各种过路过桥费 让百姓不堪其苦 田文静很纳闷 国库欠款既已还清 官府这是穷风了吗 于是写了一道折子 把所见所闻报与雍正 雍正看到折子内心一惊 本来这事就透着蹊跷 山西十几年积攒下的亏空 既被诺敏半年多搞定 他心里未必没有怀疑过 但全国一盘棋 必须立一个正面典型激励百官 现在明照已发往全国 如果山西造假被打脸 等于让全天下的官员看笑话 张廷玉建议 按正命田文静为钦差彻查 随时汇报情况 几乎与此同时 在李卫身边当幕僚的吴先生 也察觉到危机 看着那份表彰诺敏的名照 暗中捏了把汗 不过对李卫却是个好消息 诏书本来只发给各省的都府 他现在只是陕西不证使 却收到 暗示很快就要高升 田文静临危受命 去查山西的国库账本 诺敏倒也敞量 并不加阻拦 虽然各县有搜刮 名财等现象 但到藩库一清点 果然有三百万两库银 躺在那儿 账目对得上 这下用众做了辣 如果诺敏没问题 皆大欢喜 但他又很信任田文静 他绝不会无故声势 于是暗中派出土里称 赴山西再探再报 要求三个字 说实话 田文静很郁闷 官场的直觉告诉他 一定有猫腻 却又查不出什么实锤 这天吃路边摊时 一个神秘人将其引去酒楼 上去一看 竟然是李卫与吴慈道 二人此来视为献祭 每次情节推不动 就需要看过剧本的吴先生出场 他的一番话 让田文静毛色顿开 但这次妙计不能白嫖 吴先生提出 以八千两的年薪 到田文静的府上当顾问 田文静自然满口答应 你可能要问了 田文静是个清官 年俸禄才一百多两 哪来的这笔巨款呢 这就牵扯到 另一个重要的举措 火号归功 在后面适当的时候 我会拆解 吴先生从来不是个贪官形象 为什么会狮子大开口 要八千两银子的年薪呢 他难道不知道 田文静是个苦逼清官吗 这点剧中没有明说 其中的道道很深 吴四道的需求是两个 一是平台 二是平安 田文静乃雍正的新锐干将 发展平台没问题 至少也是巡抚一级 平安就很微妙了 雍正其实一直都防着吴先生 生怕他投靠对家的阵营 所以让他跟着李卫干 但一个九色财气 钉点不沾的人很高尚 同时也难以控制 因为拿不到什么把柄 为了让雍正放心 吴四道才索要了八千两高薪 故意卖个破绽给皇帝看 我也是喜欢钱的哟 吴先生跳槽 雍正肯定知道 并莫许知 说明他get到了吴先生的点 高手过招 心照不宣 吴先生预料的不错 翻库果然有问题 此时秘密钦差土里深到了 田文静的计划分两步 首先希望土大人能禁锢住 山西各高管两天 以免走漏了风声 二是贴出告示 说凡是借钱给政府的商骨晋身 两日内拿着收据把银子赎回 逾越期限一律充功 如此国库到底有多少钱 就一目了然了 人精土里深半信半疑 怕背锅只答应给一天 诺民等人也不是吃素的 险些造成武装冲突 好在土里深是尸体堆里 爬出的强人 三下五十二震出了场子 一天之后真相大白 国库里只有三十万两白银 剩下的九成全是挪戒而来 田文静巨石上奏造假始末 这可是一个巴掌结结实实 扇在了雍众的脸上 天下第一巡抚的牌匾 成了天下第一笑话 老鼠扛枪窝里横 各地官员来劲了 纷纷上奏折弹和糯米 明眼人一看便知 字里行间都是冲着雍众去的 你说了如此大的偶像人设 黑黑翻车了吧 表面上看都是冲诺敏的 暗地里都是冲着朕来的 诺敏自然是不能轻饶 他本身倒还真是个清官 并没有贪污劣迹 但却把皇帝结结实实 推到了大坑里 愤怒过后 永仲感到人才匮乏 一个个都惦记着算计阵 于是剧情自然过渡到 恩科考试上 自随朝起 渐渐成型的科举考试 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发明 考公民并非做官的唯一途径 但好歹是一条阶层流动通道 招为田舍郎 木登天子堂 古代寒门才俊 想要建功立业 科举可以说是唯一的机会 剧中宣扰了三位考生 王文昭 尹记善和刘莫林 开考前安排了一段 很神道的戏 一个道士掐着一段 说你们仨就是本科的状元 榜眼和探花 这个道士后来再没出现 比乌司道还神 其主要的作用是映射剧情 并提升传奇性 其中潜藏着一个大彩蛋 我后面会讲到 严重皇帝对恩科极为重视 先召见主考官张庭路 与副主考李福 强调为国伦才的重要性 然后从保险箱里 拿出亲手写的密封考题 古代对科举极为重视 舞弊是要杀头的 然而还是出了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开考前一天 副主考李福接到线报 说市面上竟然有人卖考题 他隐而不发 装作买家去来了一份 此时他还并不知道 真考题的内容 不日开考 各地考生齐聚精诚进场 考题一共是三道 按照顺序逐一开封 直到第三道考题起初 李福知道出大事情了 历朝历代都有科长舞弊 夹带小超冒名顶替 不一而足 考题泄漏尤其严重 李福主张立刻停考彻查 考题的封条完好 两人判断九成是在皇宫里泄漏 这就难办了 没准牵扯到哪位皇室贵胄 张庭路怕背锅 说咱打个马虎也算了 但李福眼里薄柔沙子 宁可红顶子不要 也要彻查到底 既然可能牵扯到皇族 李福就先去找三爷印旨 三爷给支了个招 让他去找李卫 他现在已升任江苏巡抚 最近正在北京等外放 手上有调兵权 凭他与皇上的关系 事情会有转机 李卫虽然不怎么识字 却明白此事重大 于是带兵立刻包围考场 挨个八一副搜 果然有几个考生被抓包 人赃并获 张庭路一看没咒念了 来到狱前 众人战战兢兢 汗不敢出 勇者一听 气得几乎吐血 挣扎着重新出题 将张庭路锁拿拘押 李福升任主考官 八爷的脑子转得快 立刻找到被关押的张庭路 问他幕后的主使是谁 张庭路死到临头 只承认夹带了 七名考生进场 但泄露考题的另有其人 支支吾吾的不肯吐路 八爷就以张庭玉为要挟 你死了也许不打紧 但你哥哥张中堂 也得跟着陪葬 告诉我幕后黑手 没准我还能救你全家 张庭路不想连累兄长 说出了一个名字 是红石 什么 是他 红石不是别人 正是庸仲皇帝的仔 安齿旭排行第三 前面的两位哥哥 在庸仲即位时已去世 所以红石是实际意义上的皇长子 八爷听后大喜过望 吩咐张庭路严守秘密 否则猪连九族杀无赦 那红石是什么时候偷的考题呢 前面有个桥段 我憋着没讲 一天早朝前 张庭玉在宫门口碰到了红石与张庭路同来 说让张师傅帮着叫笔锋 说话间神色诡异 一定就是那一天 八爷回去后 召集九爷十爷十四爷 让他们告诉各省的都府 联名上奏者 保住张庭路与诺敏两个最臣 十四爷有点懵 保这两个最臣干什么呢 八爷说出了背后的深意 他也许当不上皇帝 但可以追求真正的权利 这个把柄 我们就可以治愈红石 然后 把他往太子的位子上推 八爷看到这一层 那反对派也能看到 以孙嘉诚为首的清流 计划联名上折的反制 关键的一环是张庭玉的态度 他告病在家心乱如麻 弟弟犯了死罪 保的话国法不答应 不保亲情过不去 孙嘉诚上门 希望张中堂大义灭亲 才能解开此危局 雍正也一直在等张庭玉的态度 等了一宿终于到了 张庭玉以国事为重 主张大义灭亲 登机后连续两个项目都翻车 雍正的恼怒可想而知 群臣意图昭然若揭 诺敏是龙科多举荐 张庭玉是张庭玉的弟弟 而扁是你自己敲锣打鼓送的 反正街子没长我屁股上 乐得吃瓜看戏 如果换一位皇帝 大概会稀释宁人 保住各方面的脸面 但雍正作为历史上 最投铁的皇帝之一 拒绝与官僚系统妥协 大堂之上先跪拜天地谢罪 然后一席话说得铿枪炸裂 八爷运筹多日得了个寂寞 爱刀斩乱麻 不用等到秋后了 刑部立刻定罪 张庭玉诺敏三日后菜市口见 而且命令在京四品以上官员 必须去刑场官礼 谁在拿朝廷的政令打嗨嗨 掂量掂量你们的相伤人头 但雍正并未提及科考五遍案的主谋 三阿格红十 史书上他就是个特能作的主 以雍正的首演当然知道 只是没到时候 所以才没有严刑拷打张庭路 直接斩了灭口 现在改革新政处处荆棘 牵扯的皇族更是没法收拾 反正罪过已记在小本本上 雍正的一大性格特征就是 记性好 秋后算账 虽持弹道 恩科考试终于顺利结束 刘莫林提出去书医院 找京城当下最红的妓女苏顺青 他出了四道题目 拳答对才能一睹方泽 有钱无财莫进来 这里剧中演得很隐晦 没有直接表现妓院文斗 而是转移到龙科多身上 他写了一封举报信 给主考官李福 说几个考生嫖妓 按照大清律法 这算人格污点 叫起这来 可以取消考试资格 李福不敢怠慢 报告皇上 雍正却轻描淡写的糊弄过去 准与他们参加电视 从对话中得知 考生刘莫林已闯过了 苏顺青的四道难题 间接渲染他的财气 明清科举考试 大致分为 同院相会电五级 其中电视是最后一关 皇帝亲自主考 有两个目的 一是检验真才实学 二是象征天子门生 寓意着天下最聪明的读书人 皆是皇帝的学生 做官以后好说话 雍正出敌后 刘莫林写得飞快 第一个交卷 显得毫不费力 达完的人陆续出场 最后只剩下王文昭 在努力码字 雍正让他不要急 甚至亲自为其掌灯 连年功摇发了六百里 加急奏折都放在一边不看 此求贤姿态 立刻就会传遍天下 笼络住读书人的心 电视结束 军臣赶紧处理公务 年功摇汇报 西北动荡加剧 罗布藏丹增占据西藏 意图吞并青海 并有可能与准戈尔布的 侧望阿拉布坦勾结 叛军号称有二十几万 而闪干只有年功摇的 九万亲兵住房 看来马上就要有大的战士 除了做好军需调拨 核心的问题是谁当大将军 十四爷跃跃欲试 但雍正显然另有打算 这个弟弟一身反骨 如果给了几十万的兵权 没准日得闹腰 李渭升职江苏巡抚 即将外放赴任 临行前与雍正吃了顿饭 江苏是国家的税妇大省 雍正寄希望 李渭能把江苏治理顺畅 以供应西北的战士 十四爷不放弃 找亲娘太后当外援 与雍正当堂吵了起来 趁机把刘沃林去嫖技的事 抖出来当黑料 为什么他嫖技 却还能参加电视呢 雍正大为光火 回宫责问电视结果的名单 状元与榜眼 是王文昭与尹继善 跟此前大仙道士 预测的分考不差 但探花却不是刘沃林 一问原来是李福 因嫖技事件将其除名 按照大清律法 在职官员 以及有公民的读书人 禁止去妓院 但刘沃林情况比较复杂 他是靠着才学 赢得了苏顺青的芳心 并没有拿钱买春 有种当堂力挺刘沃林 说时经理多的是谈情说爱 刘沃林所做的事 远谈不上下流 并力排众议 将他的名字构选为探花 这个情节很微妙 好像皇帝就非得照着 道士的预测录取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 王文昭 尹继善和刘沃林 都是雍正提前调查 物色好的人物 电视只是走过过场 所以当李福把刘沃林删掉 雍正才会发火 否则只看了张考卷 见过一面 没有理由如此的力挺 雍正为什么要提前 物色人才呢 我们来看一看三个人的籍贯 王文昭来自贵州 尹继善来自湘黄吉 而刘沃林是顺天府人士 没有一个出自江浙 据统计有亲一代 江浙地区 共出了5757位进士 状元探花榜眼194名 超过其他各省之河 呈压倒性优势 而江浙恰恰是 巴野党的势力范围 所以当年应征 去江苏募款赈灾 才会阻力重重 如果不加干涉 选上来的人 大概率还会倾向于巴野党 用这种推行新政 便会处处掣走 之前道士的预测桥段 一是为增强神秘感 二是要暗示观众 这三个籍贯天南海北的人 能住在同一家客栈 绝非偶然 大顶之上 雍正对本届近视训话 希望他们能当好国家栋梁 三字真言 一约公 二约中 三约能 并分别举了张廷玉 李福与田文静当正面榜样 这通复杂操作背后的主旋律 是雍正与地方豪强的拉锯争斗 当然三个考生 应该是不知情的 最受赏识的刘莫林被受为嗜毒 也就是雍正的随身秘书 这是个看起来不很大 却前途无量的职位 而刘莫林却做了难 勉强谢恩 回去找十三爷哭诉 说当了朝廷的官 就必须与出身低贱的苏顺青分手 一副要美人 不要江山的架势 十三爷见人才难得 就出面帮苏顺青摘除了剑集 扫除刘莫林的后顾之忧 顺便说一下 历史上剑集这种类似于奴隶制的破玩意儿 就是雍正皇帝下旨废除的 经过慎重考量 雍正决定任命年庚瑶为西征大将军 之前他是陕甘总督 这回全力double 直接统辖西北次省 对于满人来说 让汉人当大将军实在不能忍 虽然年庚瑶抬了旗 但在血统原教族主义者来看 他只是雍正的包衣奴才 于是各种小弦扔过去 十次也写信给嫡系的弗宁安将军 让他必须跟年庚瑶硬顶拆台 打不赢仗 看老小的如何收拾 傅宁安坚持主动出击 寻找叛军决战 年庚瑶以退为进 咱俩各安各法 抓的耗子就是航包 不久后 傅宁安果然发现敌军 但分兵犯了大忌 遭遇埋伏损失惨重 到年庚瑶赶到时 以近乎全军覆没 年庚瑶倒也不客气 军法都省了 直接乱箭射死 从此在西北 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要是胆敢不听我的号令者 他就是下场 朝中的满人 对年庚瑶的舆论攻击愈演愈烈 雍仲听着心烦 来一招你行你上 no kind no bibi 把十个满人贵族子弟 加上九爷印堂 全发到西北前线 拿着军功回来 一句顶一万句 这次 朕派你们十个人 到西北去 雍仲在名义上 是让年庚瑶总管一切 先斩后奏 却经常寄养 忍不住威操 直接给下级军官写密哲 干涉军事部署 把年庚瑶弄得很郁闷 这里简单说一下 密哲系统 皇权在各级放部眼线 故意有之 相当于绕过正常渠道的谍报系统 防止臣下糊弄皇帝 但雍正将打小报告 上升到了全新的艺术高度 博物馆县层的密哲 就有两万多件 他跟全国几千名大小官员 做秘密比友 以一人之力 时刻坚持着帝国的一切动向 更让年庚瑶郁闷的 是九爷带着十个蹄龙架鸟的满足子弟 很快要到军中 雍正一面喊耗子 一面拖后腿 年庚瑶有些跟不上主子的思路 既然是皇上派的 年庚瑶不敢怠慢 出军帐迎接 他此时穿着玉刺的皇马褂 意思你是皇亲 我也刺不到哪去 雍正把九爷外放西北 无非两个目的 一是惩戒八爷集团 二是监视年庚瑶 两人心照不宣 等战事有所进展 揍到折子也就回京了 可跟来的十个侍卫 屁股没摆正 非得起腻惹事 他们都是皇帝身边的人 自然狗眼看人低 一言不合 跟当兵的打成一锅粥 现在皮球踢回给了年庚瑶 霍西尼不处理吧 军人们不服 要是处理 等于打皇帝的脸 年庚瑶确实够狠 啪啪两下定分指针 先惩罚自己人 可不是口头批评两句 而是见血 领头的侍卫 名叫穆香阿 继续投铁叫骂 年庚瑶冷笑一声 面临声仗 穆香阿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 觉得无人敢碰 没想到 年庚瑶随便拉出个副手 都大有来的 将皇旗左领下将军 一心阿 何硕捡亲王三世子 按爱心觉罗宗谱 系当今皇上书呗 恩威病师才能收复人心 威量的差不多 下面要唱红脸做好人 但必须把握火候 直到九爷印堂夹着哭腔来求情 说刚到西北一天就全斩了 跟皇上实在没法交代 严将军以后有什么事 我必孝权嘛 年庚瑶这才故作为难状 就坡下驴 赶在最后一刻刀下留人 如此一折腾 十个侍卫彻底服了 年庚瑶明白 领头的穆香阿有秘奏权 这通沙威棒打下去 字里行间定不敢乱写 果然给皇帝的秘折上 穆香阿极尽吹捧 说年庚瑶素心叶媚 一心为国杀贼 可用重的另一个眼线 将军一心阿的秘折里 却说西北军营存在巨量的浪费 甚至经常从四川 运输新鲜的蔬菜供其享用 雍众宝宝心里有苦说不出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自古战争是最最费钱的事业 二十三万军队 也许军饷本身没多少 但一系列的周边配套太可怕了 西北远离中原 补给线长达几千里 那时又没有火车飞机 人吃马胃 路上损耗极大 青海 新疆 西藏 总面积超过五百万平方公里 跟西欧差不多大 而且人口密度极低 找叛军主力如同大海捞针 这么折算下来 宁公瑶每多打一天仗 就得消耗国库二十万两银子 目前各省勒紧了亏腰带 共用西北前线 最少每月得摊派十多万贷粮食 几个穷省眼看就要崩溃 雍正现在骑虎难下 宁公瑶有真本事 却打仗花钱如流水 换掉他也许能省几个银子 但动摇了军心 输掉战争得不偿失 所以咬碎了牙根也得挺住 先从自己做起 宣布宫中一切用度减半 宁公瑶此时却愈加骄纵 一个运粮官 路上遭遇山洪爆发 比预定的时间迟了一天 宁公瑶不多逼逼 直接拉出去斩首 此先斩后奏 激怒了户部官员 集体上书辞官 筹款筹粮累得要死 现在命都随时会丢掉 这活没法干了 对于宁公瑶的跋扈 雍正只能挨揍打呼噜 假装不知道 现在主要矛盾是打仗 一切为胜利让路 官员们北想逼宫 却郑重皇帝的下怀 顺便推行了系统改革 一个操持帝国最高权力 近两百年的机构 就此诞生 好吧 从现在起 成立军机处 为的军需粮草调配 和用兵方略的指挥 全归军机处办理 军机处是个奇怪的机构 设在一间毫不起眼的小房子里 他自始至终都很临时 军机大臣没有品级限制 亦没有俸禄 谁进谁出 全凭皇帝的一句话 本来只管军务 清朝中后期逐渐大权独揽 皇帝通过军机处 绕开内阁 直达地方官员 高效且保密 是军权进一步集中的标志 军机处刚成立 用种就来了招狠的 各省都欠着国库的银子 上次从山西动刀 这次钱用得及 就选帝国最肥美的江苏省下手 其中苏州制造草颖 和江宁制造李许 两家就欠了三百万公款 明令限期还钱 不还 我看有同学已经答出来了 没有错 抄家 这才是英众真正想说的 江苏巡抚 正是忠心拱耿的李渭 李渭接到圣旨立刻行动 这是一次改变 中国文化史的著名抄家 鸡飞狗跳之际 有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孩 躲在奶奶的怀里 瑟瑟发抖 正是曹颖的孙子曹雪芹 几十年后 他写出了《红楼梦》 说起来英众皇帝 对这本贫贫无奇的小说 亦有贡献 年功尧明白英众中的难处 养寇自重也有个限度 总得有些成果才好交差 但西北实在太大 老师远征 就是找不到叛军主力 首领罗布藏丹增 想打对号持久战 生生拖垮年功尧 剧情眼看要推不动 又轮到剧本《大仙乌斯道》出场 他现在河南巡抚田文静的府上当顾问 每年八千万两的木筹 赚得美滋滋 田文静遇到一个难题 为西北打仗筹错的军粮 还差一万五千弹 他想先送去 却没有官员敢领命 年功尧晚一天都会杀头 更别说军粮有亏空 此时很少抛头露面的吴先生 慢条斯理的出来献祭 找不到叛军 年功尧已经杀疯了 无功而返的侦察兵一律斩首 连甘粗巡抚都给撸了 突然听到吴斯道来送粮 立刻大喜过望 他知道吴先生的本事 以前雍正那些明事暗事 都少不了这老小子献策 他此来肯定不是看风景蹭饭的 吴斯道的策略很直接 你现在均需吃紧 那十几万叛军也不是变形金刚 肯定也不好过 此处情节比较玄幻 吴先生一拍脑门指了个地方 行吧 您说什么都对 能不能看到法轮司 这就叫做灯下黑 吴斯道其实并未研究过战局 否则不可能 年功尧大本营的位置在那 他就是瞎指 因为年功尧知道叛军在哪 吴斯道来是为了提醒他 养扣自重差不多得了 再拖下去皇帝完蛋 你也并不会美好 军情日日通报 但两天了 前方没有一丁点消息 雍正与军机处几位大臣 就没下过班 整个帝国以筋疲力尽 再抓不到叛军 会动摇雍正的执政根基 到早上 君族送来西北八百里加急 十三爷印翔 拖着病体抢过来看 第二只靴子总算是落地了 此时雍正正在求神拜佛 要不说越大的人物 网友越迷信 他们天天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 还要负总责 也就只能跟神仙唠唠了 听到西北大街的消息 雍正瞬间泪崩 总算没有丢老爸的脸 年功尧如此一等大功 雍正必会重重封赏 回信里甚至出现了 你是朕的恩人 朕好想你这种肉麻词 而年功尧毫不客气 着实飘了 率部回京时 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好像刚战胜了外星侵略者 到德胜门 雍正赐予百官贵营 这不是一般的礼遇 等级如同帝王 年功尧此时谦虚点 扶起来就罢了 可他在高头大马上 纹丝不动 把百官气得呀 直到雍正下场 年功尧才跪拜谢恩 直肠子孙嘉诚 当场就嚷着要参呀的 一通乱七八糟的赏赐 年功尧以未及人臣 雍正就差把皇冠给他了 年功尧接着掏出一份 左右上百人的名单 说这些人都是功臣 大小的给个官当一当 下面就有火药味了 几个伊董将军上殿受赏 他们还都穿着战甲 雍正说天热就脱了吧 然而几个人并没有动 既然皇上让你们卸甲 你们就卸吧 知军令而不知皇上 这种狂辈已离军阀割剧不远了 雍正表面笑嘻嘻 心里骂眉皮 不过他必须演戏 西北的局势并未高枕无忧 而且此时发作 会落得个曼代功臣的骂名 接下来雍正干了一件 很不爷们的事 晚上跑到年飞秋月的屋里撒气 不能动年功尧 还动不了你妹 御史孙嘉诚说到做到 上折子参年功尧 恩条大罪 他自从得胜还朝 飘得不成样子 恨不得把利铺的差事都尖着 只要他选择举荐的人 必须上岗就业 江湖称为年选 甚至有人将其笔作 曾经平息亡吴三桂的西选 孙嘉诚还把老天爷拉出来背书 说最近直立山东九汉无语 分明是暗示朝中有奸臣 雍正帝大怒 好呀我刚加了个好友 你就给他泼脏水 嘴上打雷 但皇帝的体态却很不严肃 趴在桌上 像在闪一个调皮的学生 您功遥远时刻关注 会如何处置孙嘉诚 这间接地透露了 雍正的态度 皇帝来了招绝了 你这个忠臣 就到五门外 跪在太阳底下求雨去 一个倔一个吃 曾嘉诚跪在五门外 感动老天爷 这想情白日 怎么看都不像能下雨 除非在电视剧里 这场雨给大家都解了围 天饶一下地饶一下 糊弄了过去 同时也敲打了年更摇 我的功臣朋友 请不要蹬鼻子上脸 除了警示功臣 雍正也在刻意地培养接班人 让弘历带着刘墨林 去安抚清流 皇帝有苦衷 暂时不要闹 而偷考题的红石 已被老爸拉了黑名单 红脸白脸唱完 君臣又坐下了吃火锅 暂时不动年功遥 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雍正需要他的才干与威望 推行新政 第一项就是历史上 著名的火号归功 西北暂时平定 但依然有十万驻房军 每年需要一百五十万两 雍正希望在西北试点火号归功 就地解决军饷 所谓火号 简单说就是一种灰色附加税 银两在运输与融住的过程中 会产生损耗 需要老百姓承担 没有固定标准 乱滩派现象严重 比如山西就从每一两税金 加二钱的火号 这笔钱并不上交国库 而是入了各级官员的小金库 康熙朝当官的俸禄不高 日常的地方开支 往往动用火号 比如穷官田文静 能八千两年薪请无私道当顾问 就是从火号里出钱 火号归功的意义 是将灰色的漏归 转为正税 用于公共事业 雍正也知道 薪水太低 官员们会放手摊 同时推出养联银作为配套 这等于是把财政大权完全公开 所以年光瑶对于火号归功 毫不热心 甚至百般推托 说我没有理财小能手 数学不及格搞不定 雍正等的就是这句话 勾勾手指头出来一个人 我现在就给你个理财能手 正是前几天 针尖对外盲的孙嘉诚 宁可要一看梦圈了 但皇帝坚持也只能照做 两个人都是丑话说在前头 军令 孙某是不会犯的 脾气 也是改不了了 雍正这招很绝 我一会儿再详细的拆解 相比于火号归功 其他两项改革新政更加难啃 即税收与摇曳 目前的税是安人头收 视为丁税 王朝出力时 自功能很多 问题不大 但成平日久 土地兼并不可避免 那些土豪就占便宜了 就算家有良田千寝 还是安人丁交 结果就是国库空虚 黄河一场大水 足以让朝廷捉襟见证 雍正的新政 名为贪丁入母 思路跟明朝张居正的 一条编法差不多 顾名思义 就是把丁税 摊到田母里 地多就多交 地少就少交 可想而知 贪丁入母会激起 地主阶级多大的阻力 另一条是官身一体当差 前面有提到过 古代皇权不下线 基层由士绅协同治理 他们大多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 在地方上享有特权 无需服摇曳 也无需纳粮 权力义务不平等 挖国家的墙角 上面两项 把整个国家的读书人 与地主全得罪光了 雍正下了决心 要让千疮百孔的帝国附阵 必须用重点 策略跟火候归宫一样 先试点再推行全国 官身一体当差 交给河南巡抚田文静 贪丁入母交给江苏巡抚李渭 两个人都是忠心耿耿的铁粉 必然会赴汤蹈火一往无前 如此大的动作 雍正不放心 于是让红利监国 自己带着侍卫与刘莫林 微服去河南江苏暗中巡查 以保证新政不跑偏 迅其将至 河南正在抢修河堤 田文静果然投铁 扛着火药桶就拼了 哪个官身家敢不派人到大地上服役 立刻派兵擒拿 谁的面子也不给 雍正微服夜巡 看到他如此勤力推行新政 甚觉安慰 鼓励田文静大胆的往前走 出了什么事 朕给你兜底 并问了吴思道的近况 而吴先生呢 早一天他就知道皇帝要来 借着讨薪的机会 故意跟田文静闹翻 脚底抹油溜了 此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戏粉 实现全身而退 作为两年学说话 一辈子学闭嘴 吴先生这辈子是误了 江苏李卫那边同样鸡飞狗跳 贪丁入母动了太大的蛋糕 从官员到土豪排着队抵制 李卫只能绕开文官系统 走群众路线 直接用大白话与底层的百姓沟通 田多的多焦 田少的少焦 告示贴出后引起巨大反响 躲在人堆里的雍众很欣慰 李卫还把政策 让流浪艺人编成了快板小曲 传播效果不比村头的大喇叭叉 被李卫强压一头 江苏官僚心有不甘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于是怂恿大货们把田卖掉 按朝廷律法田地交割期间不得瞌睡 李卫想动武 但按茶使黄大人拒不从命派兵 李卫不识字打嘴仗不行 但他擅长玩阴的 于是找出一个名副的冤假错案 照着黄大人一顿猛锤 下三路都用上了 好歹算振服了百姓 此时雍众驾到 向李卫再次强调贪丁入母的重要性 现在全国都盯着江苏 想看皇帝的笑话 你可要给朕顶住 雍众并不太在乎李卫的私德 即使知道他背着媳妇翠儿 在外面胡搞也睁一眼闭一眼 只要能例行新政 这些都是小节 敲打一下即可 李卫提醒皇上 最近坊间传闻 年功瑶有反心 主子不可不防 正说着西北来了六百里加急奏折 众人一看傻眼了 刚才说到 雍众派孙嘉诚去西北是绝招 如果两人相安无事 那代表火号归功推行顺利 与新政有利 如果孙嘉诚遇害便可借机除掉年功瑶 孙嘉诚是清流领袖 他的死必然激怒御史朝官 朝官的托姆星子是代表舆论 占顺应民意而杀年功瑶 多么的自然流畅 不过此处需要注视一句 孙嘉诚的历史原型 孙嘉干不是年功瑶杀的 妥妥的活到了七十多岁 上书房立刻展开行动 可见雍众早有安排 关键人物是西北的两位将军 月中旗与一星阿 他们都是皇帝的秘密比友 有种看似对年功瑶是放养 其实一直没有疏于监视 部署完毕 一天趁着年功瑶 在蒙古王公家泡妞的功夫 月中旗和一星阿发动兵变 迅速占领行员大营 当年功瑶领着新媳妇归来时 发现亲信全不见了 钦差土里琛蹦出来读圣旨 这对君臣蜜月期 只维持了不到三年 便宣告破裂 出三江口 嘉湖作战场之语 这想 你若自称帝 乃天定树也 必出三江口 嘉湖作战场 这是一句民间流行的 反清复明口号 大意是真命天子会出自浙江 你年功瑶在杭州 做参将起家 我现在把你贬回原职 看你是不是那个真命天子 字里行间有很强的侮辱性 那年功瑶是否接受教训 低调做人呢 完全没有 破船还有三千丁 拿着贪污的巨款 依然过着豪奢生活 每餐八碗八碟 山珍海味 晚上翻牌子选媳妇事情 比没有新生活 只知道工作的庸众爽多了 亲信桑成鼎 希望年老爷能收敛点 否则杭州也待不久 你二爷我就是这个德行 死 也要死得轰呼咧咧咧 以正常的逻辑来看 年功瑶此举极不理性 完全是在斗气 这倒跟历史上的 年功瑶的性格比较接近 他近视出身 能力超群 受康熙的赏识 迅速爬升 我到三十岁 已是内阁大学士 因为这种东西前 二人谈不上一朵亲密 年功瑶也并没有 剧中宣扰的那么卑微 他不知道功高盖主 是大机会吗 他就是视财傲物 从心底不太看得起雍正 忍不住臭显摆 性格绝对命运 破骨万人垂 官员们觉得 年功瑶还不够惨 借着为孙嘉诚 办葬礼的机会 再次将其骂上热搜 组团上折子 罪状列了几十条 雍正管沙管埋接着扁 从将军降为参将 然而官员们依然不依不饶 说一日不杀年功瑶 孙嘉诚的灵堂一日不撤 此时皇太后的病突然恶化 眼看没几天活头了 十四爷应提在殡榻前 跟皇帝四哥来劲 他输掉皇位争斗战后 已躺平 天天宅在家里 跟乔影帝风花雪月 但阴阳怪气 弄得雍正心情烦闷 一怒之下 把十四弟发配去尊化 给先帝和太后守灵 宁贵瑶又在恰当的时候 递上了刀子 这良心真让狗吃了吗 你也算是读书之人 纵管史书说载 曾有悖逆不乏者 像你这样的吗 几个月内从军区司令变成了营长 那是相当的刺激 事已至此 年公瑶豁出去了 把十几个小妾托付给桑城顶 要跟英仲直刚到底 一人一见去杭州上任 派头丝毫不检 仿佛钦差天将 只见年公瑶慢条斯理的 从包袱里取出玉刺黄马褂穿上 气氛一度非常尴尬 从此年公瑶就天天穿着黄马褂 在杭州守城门 给路过的人讲那过去的事情 什么飞鸟进梁公藏 变着方的编排皇帝 雍仲也听从了张廷瑜的建议 这场闹剧该了结了 赵丽还是让李渭去办 翠儿跟李渭对年公瑶是有感情的 他们手上的戒指定情物 乃是年公瑶所赐 当年在扬州也算是出生入死 没想到会落得如此下场 待到杭州时 年公瑶坐在城根 与小孩下起解闷 看到李渭并不惊讶 该来的总会来 他一生嗜血 从敌人到同僚 该死的不该死的 杀人如麻 也算求人得人 临上路扔下了四爷赠语的念珠 寓意君臣缘分已尽 严公瑶终于死了 官员们心满意足掩齐西谷 但民间炸了锅 连续两任西北大将军王 一个守灵一个刺死 各种五花八门的阴谋论 成为茶馆里的热门素材 就查报皇帝的身份热号码了 其中最著名的 自然是改传位的诏书 你看十四阿个继位 如此加上几笔 就变成四阿个了 人均大内摄像头 讨论的不亦乐乎 雍正推行新政 步步艰难 主要是没有人才 年更瑶虽然该死 但能力是有的 如今举目四望 能用的没几个 西北叛军死灰复燃 军务搞得乱七八糟 心腹十三爷印祥 每天奔波 把身体累垮 他劝四哥 做事稍微宽和一些 你再能干 一天也就十二个时辰 现在把人全得罪干净了 谁干活呢 不久年飞秋月 也病入膏肓 眼看不行了 雍正对他怀有歉疚 探望完出门 看着漫天大雪 只能跟贴身侍卫 张五哥唠唠家常 想当个有作为的皇帝 就注定成为孤家寡人 十三爷印祥 拖着病体去尊化皇陵 劝十四爷印祥 大家都是兄弟 你俩还是亲的 为何不能扶个软 好好辅佐四哥治国呢 我当年被圈进宗人府十年 你才守了几天连就受不了了 什么叫酒精考验的爱心觉罗子孙 就是冤枉了你依然大局为重 再闹格局就小了 一番话说的恳切至诚 但十四爷印祥 怎么也想不通 说到底还是继位的事 自己输了 再加上坊间各种阴谋论 越想越憋屈 要么杀要么放 让我回朝上班不可能 雍正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某天几个皇陵的婢女回宫办事 闲言碎语间 全是坊间流传的谣言 普里琛听到暴雨皇上 雍正明白 谣言大多是齐人散步 正好借着由头发作 先下令把十四爷身边的 丫头太监权压回来 包括十四爷的心头肉 乔饮帝 然后开始另一项得罪人的心证 整顿齐物 齐物要整顿 齐人 再不容游手好闲 做靠国家来养活他们 齐人是满清的基本盘 立国之初就享有特权 然而入关八十年 张公射箭的五人 变成了提龙驾鸟的废物典型 齐人的整体素质断崖下跌 帝国不养闲人 雍正说干就干 十四爷那儿的宫女太监全押回 雍正特意去见了乔饮帝 下面这番话 似乎是要抢弟媳妇的意思 掉头到阳心殿 做近视宫女 他当然不是金虫上导 后面乔饮帝的戏份很重要 为驯服乔饮帝 雍正安排山西级太监秦顺去服侍 几天后 乔饮帝答应去养心殿当差 日日服侍倒也算听话 雍正将十四弟的新上人放在身边 显然是有用意 即使君臣议事时 乔饮帝都无需回避 果不其然 齐物整顿又是推不动 你看看上书房的几个重臣就明白 四人中 马齐 龙科多 八爷都是齐人 只有张廷玉一个汉人 现在让齐人去种地自力功升 等于是革自己的命 当然百般推托 骂骂勒勒的退出了聊天室 一时完毕 雍正把张廷玉留下开小窗 鼓励他讲真话 张廷玉的内心非常赞成皇帝 他提出两条 一是强调正农新邦之国策 要天天讲月月讲 二是选一个手腕强硬的直立总督 张廷玉所言正和英伦的心意 无需费口舌争吵 胳膊带动脑袋 咔咔就是干 齐勿新正在齐人间炸了锅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原来每月躺着就能领粮食 现在得自己种 雍正的圈内口碑再次遭到重挫 但键盘侠阻止不了皇帝的决心 开春他果然来到田里 亲自把梨翻土干得不亦乐乎 而且竖了一个精准典型 旁边的老农原来就是齐人 但主动放弃了特权 几十年来务农自立功生 不耗朝廷的一根羊毛 雍正当场要求百官向老农跪拜 以宣誓重农新帮之国策 都说上有所好下必慎严 但那是吃喝嫖赌抽动坏习惯 种地显然不包括 齐人们拐着弯的抵抗心症 纷纷把地租给了汉人 继续躺在家里收租子 种了一天的地 雍正满身凝硬的回宫 脱掉鞋子已是满脚的洞窗 这一切乔引地都看在眼里 雍正把他放在身边 就是让十四爷的心上人 亲眼看一看 当一个尽职尽责的皇帝 有多难 每天也就睡三四个小时 没日没夜的开会 披揍章写密折 浑身都是干 等哪天放乔引地出去 他就是证人 在十三爷印祥的推荐下 雍正决定让之前的 恩科主考官李福 任直立总督 他现在湖北任巡抚 对于推行官身 一体当差并不热心 但整顿奇物需要硬骨头 也许反而就合适了 下面导演插入了一段小花絮 调节气氛 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 郎世宁出场 给雍正一个画像 他在中国待了51年 传教工作得零份 但留下了大量的画作 皇帝这身形头有点非主流 前方高蒙欲紧 此情节历史上确实有 戴假发大概是流行风 原作是这张 雍正除了工作外 兴趣不多 cosplay算一个 经常打扮成各种身份 不过郎世宁的画 大多加了美颜 据考证 这个泥塑最符合雍正的实际项目 正画着张庭裕传来急揍 河南出事了 河南巡抚田文静 确实非常忠诚 顶着压力 推行官身一体当差的国策 惩罚了几个不听话的老近使 读书人们不干了 今年是相试年 大批考生来到巡抚衙门 要求田文静收回成命 俺们十年寒窗 就是为了点功名特权 现在你把福利一录到底 那我考上图什么呢 此时礼服去直立复任 雍正就命他到河南转一圈考察 正碰上考生闹事 他与田文静是同榜的秀赛 算是有些交情 好言相劝 说大家都是知识分子 何苦为难同阶级的弟兄呢 田文静一听就炸了 我眼里只有圣旨 没有什么自己人 你想参就参吧 因为我田文静 第一不是贪官 第二不是酷吏 李福是公认的当朝头号 意见领袖 他一号召 全国上下几十份奏折飞向京城 全是弹劾田文静的 面对重口一词 雍正也不能不理 派洪丽与刘莫林 去河南调查原委 再做定夺 然而河南的考生们等不了 纠河一起罢考施压 按田文静的牛脾气 定会下令权抓起来 但来到现场却秒怂 考生们搬出了 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牌位 田文静再刚也只能下马跪拜 这位猛男的面子没法不给 但孔夫子可以拜 皇上的心政绝不能废 历史上的田文静 就是清官与库立的综合体 自凭刀具在前有所不必 整顿立志 还真就需要如此的铁腕硬骨头 田文静正发火 手下人来报 说宝亲王到了 田文静赶紧出门迎接 这位宝亲王 正是未来的乾隆爷红利 太多人上折子弹劾田文静 他奉华阿玛之命 带刘莫林到河南调查 顺便查访民情 正赶上考生们在衙门闹事 红利就顺势以皇子的身份 跟众人唠嗑 他娓娓道来 说你们跟朝廷志气 耽误的是自己的前程 相视三年一开 人生呢有几个三年啊 连哄待假 好歹把考生们劝回考场 河南罢考事件很快传遍京城 弹劾田文静的折子铺天盖地 雍正盯着弹劾者的名录 热血冲头把折子三两下撕掉 这可犯了忌讳 清朝有祖训 皇帝不能撕臣子的奏折 李德权慌忙打圆场收拾 雍正突然心思一动 找出了不久前参奏年公瑶的联名折 两相一对 人民竟然大部分重合 这触动了皇权最敏感的神经 结党 叫十三爷来处置这件事 这 雍正立声下令 命十三爷去查 八爷那边开心了 他提前上过眼药 命令旗下的官员 别掺和弹劾田文静 现在等于是把那帮对头清流 拱上去背锅 看四哥怎么收拾 十三爷查了半天 也没什么结党的实锤 一杆子打翻实在不够理智 然而雍正迎刃而上 谁不推行新政 就让牙滚蛋 干扰新政的推行 朕绝不让步 绝不呼吸 哪怕是得罪了全天下的读书人 朕也在所不及 映祥是真的心疼哥哥 文官虽然有时候很烦 可新政不是魔法咒语 全得罪光了 一拍两赞 谁来递推呢 人子头上一把刀 小杖兽 大杖走 好汉不吃眼前亏 雍正听了十三爷的建议 暂时软化处理 说弘历和刘莫林 去河南调查未归 等他们拿到一手资料 再做定夺 清流们一听这话 一刻打起了 宝亲王弘历的主意 等他回京那天 约好去朝安门码头蹲点 好歹要争取到弘历站台 到时候看皇帝老儿 还有何话讲 八爷那边是如何操作的呢 他玩了个反套路 弘历的文章 从红石做起 某天登门拜访 把当初张廷路的 贡状元件拿了出来 上面写明 红石是科长武必案的主谋 这玩意是红石的死穴 一旦庸众拿到 别说继位 可能得在宗人府 禁足一辈子 可八爷却把贡状 无偿送给红石毁掉 并鼓励他与红历争处 红石本来已经躺平 被八爷的豪言状语激活 我当年踩的雷 就是你前进的教训 不争馒头争口气 老八我还渴望战斗 我只是想 把我前半辈子 在我自己身上输掉的 后半辈子 从你身上赢回来 几天后 红历与刘莫林回京 八爷之招 让红石去陆河一战守候 先打一通哈哈 然后劝红历 慎重对待调查报告 为了一个田文静 得罪天下的读书人可不划算 八爷的如意算盘 是让红历与皇阿玛起冲突 到时红石就会有机会 红历小可爱却心中有数 回京后第一时间去见老爸 雍正试探儿子的口风态度 有了下面这段话 红历的太子之位基本是稳了 雍正说乖儿子 得罪人的事让老爸干 等心正有了眉目 你还是得安抚读书人的心 咱爱心觉罗家 臭我一个就够了 有了红历的调查报告 雍正隔天把几个带头 弹劾田文静的众臣叫来 面对面对峙 这场戏能充分看出 雍正的改革苦心 他关心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 而五文弄摸的世人们 更看重虚名 天天在小圈子 话语系统里商业互吹 谁是更好的执政者 高下立判 田文静到任的第一年 就降到了4500 第二年 降到了3前7 河南的黄河大敌 也基本竣工 谁调查谁有发言权 这通数目字让百官无语 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 最悠久的政治正确 可说是军权与官僚的紧箍咒 且不说能不能做到 你起码不能公开反驳 雍正的潜台词如下 对老百姓好才是真的好 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李福说不过皇帝 但又不想服软 干脆写辞职信 老子不干了 雍正也不客气 撂挑的走人可以 但必须先干点实事 公布欢迎你 此举又跟文官系统杠上了 知识分子们 把先帝老祖宗抬出来 说官称不当差不纳粮 是祖制 不能随便更改 雍正就抬出了恐梦之道 大拟 前文经文百姓干实事 比你们这些 清坛悟国的键盘侠 好千倍百倍 谈和的奏章 朕一字不看 一字不准 面对贵岛逼宫的百官 雍正舌战群儒 毫无巨色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 就是这样的秉姓 用种极度痛恨陈下结党 结党并不是单纯的 交朋友落贤科 而是组成小规模的 利益共同体 久而久之 彭比交雇 置国家总体利益于不顾 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下令将三个闹事的头头 礼服 谢继世 与陆生南 菜式口问斩 看谁还敢逼逼抵制新政 前面礼服 一直是一个正面典型榜样 皇帝这下确实够狠 到问斩那天 官员们跪在大殿外求情 三爷与弘历 也劝雍正刀下留人 但皇上就是不松口 直到五十二刻 才掏出诏书赦免礼服 保亲王弘历 立刻飞马奔去刑场 五十三刻一过 刑场方向并未传来炮声 礼服得救了 雍正为什么要先斩后放呢 跟官员们求情没什么关系 一切都是戏 他本来也没打算杀礼服 一通操作 是为了给儿子弘历铺路 脏事让我干 反正老爸已经臭街了 狮子多了不怕咬 你去送赦免的诏书 知识分子们的心 也就笼络住了 礼服免了死罪 永不续用 卷扑盖角回乡时 同僚来送行 刘莫林也来了 可礼服根本不理 跟着皇帝混的刘莫林 受到了空前的孤立 我礼服何德何能 看错你的老师 雍正何尝不知刘莫林的郁闷 郑心里也苦啊 人心深如海 精神运营建设稍有不慎 队伍就散了 吞下一口气 守住一束光 咱哥俩得挺住 此时站在旁边的乔影帝 彻底被甘地的精神打动 他的情郎十四爷 恐怕担不起这个重任 朕把你留在身边 就是要让你看看 朕到底是个什么人 你要给朕说几句公道话 皇上 这个桥段展现了雍正普通人的一面 在钢铁的战时也有个临界点 全心全意 却被当成驴肝肺的滋味不好受 雍正类兵的消息 立刻传遍朝野 九爷十爷蠢蠢欲动 八爷也觉得时机已到 趁你病要你命 立刻谋篇布局 搞了个大事情 导演不惜用整整两集的篇幅铺陈呈现 齐分两步 首先借着整顿齐物之名 通过红石建一雍正 招关外的铁帽子王进金帮忙 他们大多是一旗之主 说几句话 没准齐人就不再惹事 这些铁帽子王手里有兵 八爷之前几次作妖 都因没有兵权而作罢 这次欲借助关外的力量逼宫 二是搞定金城防务 金城共有三批人马 丰台大营 西山瑞剑营 以及龙科多掌管的步兵统领衙门 关键人物依然是龙科多 搞定他大事可成 隔天找机会 红石向老爸建议铁帽子王进金帮忙 这事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齐武整顿由直立总督管辖 名不正言不顺 对红石这个熊孩子 雍正一直不派差事亮着 能说出这个点子 大概率是八爷硬四交的 他不知可否去找常务父皇帝十三爷商量 历史上十三爷的工作量仅次于雍正 长年奔波 再加上被圈禁十年 身体已临近崩溃的边缘 说话气弱由斯 他担心八爷又要趁机闹腰 雍正的话很微妙 说是农包早晚要挑破 刚好借此探一探老爸的忠心 说明他清楚此事的风险 并把红利暂时调到江苏礼卫那 名为断链 实为避祸 几日后 四位世袭网替的铁帽子王 带着四千铁骑南下进关 八爷早就在山海关驿站等候 四位王爷本来就对整顿奇物不满意 八爷趁机火上浇油 弄得群情激愤 他顺势提出 应该复古到八王义正模式 不能任由雍正为所欲为 那就等于由八王义正 取代军机处辅正的制度 所谓八王义正是满人打天下时 由努尔哈赤建立 简单的说就是几个军事部落领袖 商量着办事 那时的努尔哈赤只称得上是部落盟主 远谈不上绝对军权 后来皇太极立国 到康熙雍正 就没其他王爷什么事了 老臣张廷玉秀出危险的气息 既然是帮忙 为什么要带四千兵马呢 赶紧跑去提醒雍正 皇帝倒是气定神闲 说来些能打的塞外勇士 帮着练练齐英兵也好 并让红石红咒两个仔跟去协同操办 张廷玉心里纳闷 庸仲历来对兵士极为谨慎 现在怎么成了甩手掌柜 四位铁帽子王在城郊扎营 把西山瑞建营与丰台的两位提督叫来 八爷说要携办金城防务 两位提督由十三爷直接管辖 本不想从命 但两位皇子代表皇上 特别是红咒说了一句 是皇阿玛的旨意 两人也就不敢不从 与此同时 九爷十爷去攻关龙科多 这位有拥立大功的重臣 现在对皇帝烦得不要不要的 心想赶紧把牙搞下台 让乖宝宝红石继位 几年前服错了人 这次要纠错 回城时 红咒心里打鼓 老爸说帮忙整顿奇物 但并未同意关外的兵马 插手金城防务 红石憋着坏 打了个马虎眼过去 心想傻弟弟 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拿到三方兵权 八爷觉得事稳了 下面就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 还有一场 不是人算 是天算 宫里雍正在吃乔远帝 做的山西面片 直夸真香 看得出皇帝心情不错 甚至有点小鹿乱撞的意思 在二又和的原著小说里 俩人的关系推离谱 乔远帝竟是雍正的私生女 还摩擦出一段不伦之爱 幸亏编剧刘和平踩了脚刹车 发呼琴指呼里没有太越界 很快四位铁帽子王到紫禁城 正式觐见雍正 上朝时 坠坠不安的红咒 截住十三叔 把前一天晚上的事交代 十三爷一听暗呼大事不妙 下面的朝堂戏非常长 各位王爷与皇帝 即将展开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 红咒把十三爷去看病的事告知 上半场叫祥和 铁帽的王很少进京 很多官员都不认识 雍正先一一介绍 并传达两年多来的政绩 百姓减负 国库充盈 行事一片大好 说明新政的方向没问题 突然 东秦王永信站起来发难 把新政干将李渭 田文静打包喷了一遍 雍正静静的斜眼看着 老八导演的逼宫大戏 总算上映了 有人挑头 黑粉们呼啦啦的现身点踩 面对杀气腾腾的东秦王 与起哄家秧子的群臣 雍正站起来环顾一周 心里把敌我阵营分辨清楚 朝堂争论必然有来有往 雍正现在需要一个破兵战友 此时他轻点的状元王文昭站出来 斥责东秦王对皇上不公 九爷接着加入骂战升级 从症状上看 王文昭应该是突发癫痫 好小子朕没有白疼你 使命完成 下去安心养病 雍正抓住九爷的话 大家鞭斥 入关八十年了 满人还躺在功劳部上当助宠 其物整顿 整的就是这 果秦王站起来硬钢 满人汉人本就不同 现在一团糟就是因为不遵处置 还是以前的八王义政模式好 皇上当公主 大家拿意见 天下太平 雍正微微一笑 啰嗦了半天 终于亮出底牌 果然是带节奏搞政变 八爷想说话 被皇帝立声喝止 把土底辰叫来维持秩序 谁再不举手乱抢话筒 一概拿下 土底辰带来个坏消息 今儿一早 玉林军已被龙科多换房 雍正大吃一惊 把龙科多叫来问话 没有六叔同国为之招 他飘得厉害 竟然学会交政做事了 龙科多反水 让雍正大受震撼 傻儿子红皱又上来给一榔头 说丰台大营与西山锐剑营 被关外的铁骑共管 十三爷重病 得雍正本来是军委主席 现在前两个字被抹掉 他顿觉心脏脚痛 险些没站住 立刻汗如雨下 而雍正接下来 却提起了十三爷的病情 此话大有玄机 是揭开整场戏的钥匙 大家先记住 我一会儿再拆解 刑事急转直下 手上没有兵权的皇帝 等于一个棒锤 逼供大业眼看要成 突然张廷玉举手 要求发言 他是两朝老臣 亲王也得礼让三分 雍正此刻 太需要支持者了 拿过话筒 张中堂款步向前 慢条斯理的 给大家上历史课 他说了很多 总结一句话 历史上根本没有 所谓的制度性 八王义政 老祖宗早就觉察出 权力分散 会祸起消强 谁都想当皇帝 国家没有一天消停 所以从顺治皇帝起 就回收了画师权 八王义政最多算是 部落联盟时代的 临时举措 远谈不上什么光荣传统 今日重提所谓八王义政 不但不合时宜 而且定会扰乱国家政局 断不可行 学霸张庭玉 旁征博隐 有理有据 连八爷都咽了口唾沫 中国人自古狠讲究理儿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势不成 不过此时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也管不了理论硬伤了 手上有兵 大力出奇迹 张庭玉的挺身而出 没能阻止八爷的进攻 但却为雍正 赢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 此时土里山求见 他终于带来个好消息 十三爷 他来了 十三爷拖着烟烟一息的病体上殿 废话不多说 押出了叛军的头领 潜台则很明显 丰台与锐剑营的威胁已解除 刚才雍正对八爷是0比3 中场前连续两个压哨 比分变成了2比1 雍正没跟四个瞎起哄的 铁帽子王较劲 除了一只没攒发营的锐亲王 其他三人只罚去了一年的俸禄 顺便收了一波人心 眼看大势已去 八爷站起来哈哈大笑 此前暗戳戳的下半子 这次可说是孤诸一致 然而还是没有掌握梭哈的艺术 其实八爷是有机会赢的 我简单复盘一下 从红十建议铁帽子王进京开始 雍正就觉察出暗流汹涌 他选择隐而不发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引蛇出洞 一网打劲 就算九门提督龙科多反水 都在其预料之中 能看出他当时只是单纯的生气 直到红咒说出十三爷病重 雍正真的慌了 脸上的汗珠层层而下 这是装不出来了 十三爷把握两营的兵力 是最后一道保险丝 有个三长两短万事皆休 这场对子儿火病无比惊险 稍不留神就会翻车 假如十三爷途中歇菜 八爷党便得逞了 除了不可捉摸的运气 八爷的败笔还在于 没有留心腹在军中控场 核心成员全在大殿上开会 一旦计划跑偏 连个容错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束手就擒 雍正下之不险奇 说到底就是为了 宝贝儿子红利的登基 除草灭虫 一举将身猴乱臣贼子 连根拔起 面对逼宫 雍正内心很难受 倒不是说跟八九十爷有多亲 而是他曾答应过父亲康熙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伤害兄弟 但这次是忤逆谋反 性质以愉悦底线 是你们逼我当李世民的 这个皇帝位子有什么好 嗯 云汤这边小人 大横炮使邪力 必欲取之代之而好安 而好鬼 狗 是阿奇纳 是塞斯黑 阿奇纳与塞斯黑 是蛮鱼里猪狗的音译 雍正不只是泄愤一骂 最后真给八爷九爷改了名字 爱心觉罗阿奇纳 听上去还挺洋味的 此言一出 实在也明白 四哥要大意灭亲 他是全剧中有情有义的代表 最看不得兄弟相杀 一口老血喷出来 眼看要不行了 弥留之际 十三爷还在担心朝局 他年轻时目睹惨烈的九子夺敌 很担心历史会重演 并点了红十的名字 这小子阴风阵阵 狗急跳墙时 恐对红利下黑手 雍正平生最疼这个弟弟 他是亲人 战友与精神支柱 十三爷的一年早逝 对皇帝的感情与事业 都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张五哥自告奋勇 去给十三爷守灵 短短几天 雍正肉眼可见的老了 还好有乔允帝在旁悉心照顾 两人的关系 到了心理化层面 当乔允帝提起十四爷 雍正甚至有点吃醋的意思 十三爷的死 更坚定了雍正 扫灭八爷集团的决心 老招数抄家 让谁去抄有学问 他点了三个人名 三爷印纸 三阿哥红十和五阿哥红咒 到了约定时间 红咒没有出现 两人到府上找 刚上门就听说五阿哥死了 进门一看 人人披麻带笑 院子里满是道士和尚 好不热闹 原来红咒在开阴间大party 三哥 你抬得走吧 让我给我把瘾吧 活出丧是古代某些人的怪癖 怕真死了 看不见葬礼的荣光 提前演一出过眼影 或者试试谁真心在乎 陈佩斯 赵立荣从演过一部电影 孝子贤孙伺候着 主线就是活人假死出病 红咒真的是脑残胡闹吗 当然不是 小伙儿惊着呢 他在庇护 前前说错一句话 险些酿成正变 万一被老爸误会 是八爷党可完蛋 于是来了一招自污求生 故意违抗圣旨 以示绝无争处之心 抄八爷的家 爱谁去谁去 至于红咒 是不是半猪吃老虎 伺机而动 那就见仁见智了 剧中没有给出太明显的提示 他大概知道 当皇帝太苦逼 王爷多舒坦 这次抄八爷的家 红石尽嫌狠辣 亲自处理书房与迁牙房 消灭一切 对自己不利的纸字骗语 并擅自给八爷加刑 拥重的圣旨 只说抄家 没说发配 而红石却下令 将奴才与门人发配边疆 一个不留 翻脸比翻书还快 不过他可能忘了 旁边站着土里称 一举一动 用众都动若观火 八爷知道 红石下狠手 反而表现的挺欣慰 说你比八叔强 人不狠站不稳 不用背上道德负担 如此也许真能成事 八爷印刺 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 心比天高 却政治方向感极差 只知战术 不知战略 夺迪摸不准康熙老爸的心思 他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为人慷慨 群臣有口皆碑 但康熙作为公司老板 要的不是装饰品 而是披荆斩棘 拓市场 砍业绩的狼人 八爷一顿操作猛如虎 其实在康熙心中 呀早就出局了 现在一败涂地 八爷依然忍不住 给红石支招埋雷 红咒聪明绝顶 但威胁不大 要想PK掉红利 你只有比他更狠 建议肉体消灭 你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他之前 先除掉他 论精明 斗口碑 红石都落了下风 就只能拼命了 八爷判断 以雍正的非人类 工作强度 挺不了几年 在他蹬腿之前 要解决战斗 红咒活出丧 装风卖傻 违抗圣旨 跑去跟华阿玛请罪 那点小心思 雍正太明白了 不过摸不准 他是真佛系 还是韬光养晦 于是问红咒 那天在军营的细节 请注意雍正的表情 当天发问的 并非八爷 而是红石 事后还说 就算传错了旨意 改了就是 红柱从小读书 过目不忘 当然不会记不得 但他选择沉默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当年康熙也是如此 试探雍正 如果说了兄弟 一点坏话 哪怕是真话 也会让老爸厌恶 就算没野心 在黄泉塔尖混日子 也不容易啊 两人谈话间 还带出一个人 他名叫曾静 湖南老书生一枚 闲来无事 反清复明 派弟子去找 陕甘总督岳中旗 隶属雍正的十条大罪 酒色财气 奸淫掳掳掠 全写上 鼓动岳中旗 起兵造反 岳将军不假思索 转发给皇帝 这事雍正极为正事 谣言千变就是真理 现在新正走上了正轨 老哥我要腾出手来 搞这帮胡说八道的文人了 晚上土里山来报 说压在大牢的龙科多发疯 永正带人去查 却看到龙科多被关在马房里 恶臭无脏不成人形 所谓发疯是装的 为的是再见皇上一面 永正暂时并不想杀龙科多 但有人想让他立刻死 每天晚上用布口袋 装石头压在身上 几天就可以将人活活压死 且无伤可厌 这是古代牢里惯用的黑形 龙科多当过牢头 知道招数的厉害 才装疯求保命 铺垫一番后 他倒出了幕后黑手 正是三二个红石 永正听后 大惊失色赶紧回宫 安排土里山飞马赶去江苏 和李渭一起保护红利 红石狗急跳墙 大概要下黑手了 皇帝的直觉是对的 此刻红石正派出几名死士 不用问也知道是要干嘛 土里山来到两江总督衙门 见李渭 得知红利去扬州出差 二人赶紧带上兵马去保护 剧中把刺杀一事完全省略 下个镜头就是红利满脸怒气 依马当心回北京 李渭与土里山紧紧的跟着 他现在要是见到红石 非掐起来不可 但两人小看了红利的城府 面对来假惺惺迎接的红石 红利丝毫不动声色 哥俩依然交流如常 进得宫去 他反而求老爸 稀释宁人 不要掀起大狱 饶了狠毒的哥哥 太摸老爸的脾气了 可惜的是 刘莫林被红石派去的杀手干掉 雍正叹气惋惜 好容易拔拙的人才就这么没了 为体恤忠臣 封刘莫林的爱人苏顺青为告命夫人 就在上门宣旨的那一天 苏顺青投水殉情 李渭保护红利回京 正好来给主子请安 他一直是雍正的尖刀良将 但此事牵扯到皇权宫斗 臣子没法给意见 雍正插上话题 给他看了曾敬罗之皇帝罪名的文章 这些谣言大多出自八爷九爷府 得党与被发配边疆 路上免不了各种无中生友 编排散步 李渭看后大怒 说了下面这番话 成为让皇帝下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也千般都好 就是太宽容了 明知道八爷他们一个个心术不正 还一个个亲王贝勒的夹锋 难题二字表面上是指曾敬 其实是指红石 很快 土里辰引他三拐两拐 到了一隐秘之所 正是当年康熙召见龙和多 下秘诏的地方 进门前还全面搜身 屋内潮湿昏暗 踏上放着一桌韭菜 一软头 雍仲穿着便服出现 儿子过来陪老爸喝一杯 一杯酒下肚 雍仲切入正题 八王义政 磕场舞弊 刺杀红利 每件脏事你都干 还都顾头不顾定 雍仲现在向个纪检委主任 材料俱在 看你交不交代 红石如果能全数供认不讳 雍仲也许背不住 会生出些适赌之情 可红石还在嘴硬狡辩 这更夯实了皇帝的杀子之心 雍仲不杀八爷九爷 是因为老爸康熙留有遗言 莫杀兄弟 可老爸老九却成了 谣言制造机 拖帝国的后腿 反正一眼没说 不能杀儿子 算你倒霉了 史书上对皇三子 红石的记载比较少 只说他年少放纵 行事不紧 与八爷硬四关系密切 八爷当倒台后 二十四岁抑郁而死 与年更遥不同 对红石雍正没有名文 下旨赐死 成为亲史一大悬案 听着红石的嘶吼 雍仲悲痛不已 一口老血喷出来 虎毒不食子 毕竟是亲生的仔 他现在终于深刻体会到 多年前文绝和尚说的那句话 当个好皇帝 注定有国而无家 土里尘把雍仲悲回宫 对红石的情况讳莫如深 所有人不得再问起 雍仲王朝的故事临近尾声 最后一个事件 是后世极具争议的文字域 曾经屡留良案 面对曾经的指控 雍仲心里很憋屈 满人入关建国已几十年 百姓不说奔小康吧 起码没有兵连祸节 医疗农业水平皆有进步 人口大幅增加 正工作又这么拼 竟然换来了十大罪状 岂有此理 于是雍仲亲手编著了 四卷本的大义绝迷录 针对谣言一条一条的驳斥 比如十大罪状有银色一条 雍仲刚的理直气壮 你是把《甄嬛传》的剧本 当史书了吗 我连妃子都没几个 天天搞事业 哪有精力谈恋爱 原文是 远色二字 证实可以自信 写成后 英仲将大义绝迷录 发行全国 官员人手一本 并面临曾靖 寻回演讲 自己刨空自己埋 至于把曾靖 带沟里去的铝流粮 死了也不能免罪 下令开关鞭尸 错谷扬灰 可英仲也硬钢键盘侠 对口碑却没什么正向作用 知识分子觉得 他的嘴硬越描越黑 写得越详细 表明你越心虚 英仲宝宝心里苦 下面是该如何处理 乔影帝的问题 他已入宫六年多 被皇帝的人格魅力折服 英仲说过会放了他 乔影帝不想走 但也觉得需要 给前任十四爷一个交代 于是英仲亲自送他去警灵 二人的感情 在剧中自始之中没有点破 起码比小说里的 乱伦狗血舒适多了 出差归来 李德权承报上一条消息 阿琪娜 他 他怎么了 他死了 八爷给四哥留下了封绝笔信 导演用一段超现实混戬 表现雍正的死亡 两人逗了半辈子 在信中八爷坦言 平生心底最佩服四哥 秦政劳模堪称古今第一人 然而那又怎么样呢 你咬着牙 苦苦的熬着 得到的 只是生前身后的 骂名罢了 你 太放不下了 蜡烛就要燃尽 象征着生命尽头 雍正十三年农历 八月二十二日晚 皇帝在批奏者时 忽感不适 没多久人就没了 速度之快 确实很蹊跷 关于雍正的死因 已成为千古之谜 后世众说纷纭 一说是过牢猝死 天天这么干 铁人也挺不住 二说是暴病 可能是突然中风 三说是丹药中毒 剧中红咒与乔饮帝 都曾提到一个叫 贾世方的道士 就是前面给三个考生 算命的大仙 临死前 雍正有服侍丹药的尽头 至于说是被正敌的 后人刺杀身亡 基本是民间的脑补胡扯 雍正吸取老爸的教训 生前没有立太子 但谁都知道 皇位非红利莫属 是为乾隆皇帝 十三年前 康熙驾崩时 国库不足七百万两 而雍正去世时 国库存银已超过五千万两 为乾隆的执政 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些钱 大多是从地主豪强的嘴里 艰难咬下的 教科书上总是说 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 而雍正却像是个总对头 康庸前三朝被认为是封建时代的顶峰 作家二月和把三个皇帝都写了 却将其命名为落霞三部曲 寓意中天而隐 圣极而衰 我们不妨借着末尾八爷硬四的发问 延展一下 雍正的一生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咱先说改革家的一面 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 比如北宋的王安石 明朝的张居正 他们走的都是德军行道路线 必须先把君王忽悠舒服了 才能大刀阔斧的开干 这样风险比较大 胜意难测 哪天皇上反悔了 工作不好开展 官僚系统的配合度 时常发生问题 而雍正本身就是君王 可以说他拥有古代条件下 最优越的改革主观农动性 贪低入母 火候归功 官身一体当差纳粮 整顿齐物 还有剧中没怎么设计的改土归流 每一条都直刺既得利益集团 意志豪强是历代执政者最头疼的事 所谓百万曹公衣食所系 牵扯分担高太敏感 如果雍正不是皇帝 根本不可能推得动 尤其难得的 雍正的改革颇具理性主义色彩 他把人性的弱点也考虑到了 比如火候归功 直接损害了官员的利益 雍正就建立养联营制度 和现在的高薪养联思路类似 这一点比动不动就把官员 剥皮炫草的朱元璋更高明 经过十几年的历经图治 每项改革措施都卓有成效 所以说他把封建制度下的存量潜力 挖掘到了最大限度 可如果我们把时间的维度拉长 那雍正的改革无疑是失败的 所谓人亡正希 他的宝贝儿子乾隆刚开始还行 但到了执政中后期 基本把老爸的政策废了个干净 励志腐败 土地兼并 卷土重来 清王朝的下坡路再也没有回头 除了时间 我们不妨把空间的维度也拉高一点 在雍正登基的18世纪初 经过大航海的积累 工业革命已在遥远的英国酝酿 世界即将迎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大变革的时代 一百多年后 天朝上国将被西方列强降为暴揍 雍正的改革为清朝续命 能不能说他间接耽误了中国走向现代的步伐呢 从结果上看 也许有那么点关系 但我觉得不能用历史的后视镜去苛责古人 就像无法埋怨雍正 为什么没有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他再勤奋再能干 也逃脱不出历史局限性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 那有种皇帝的奋斗是不是毫无意义呢 我觉得有意义 而且是大意义 有种的改革举措与教训 已沉积成我大中华几千年国家治理经验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治乱 远不只是僵硬的循环 虽然并争差不太多 但每代人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对王权豪强的认识层层加深 把能踩的坑几乎全踩了一遍 付出了血的代价 这些隐形的东西特别珍贵 想补课你只有老老实实的耕耘上千年 经历多次治乱循环才能练出来 人间不完美 问题永远在 但以雍正为代表的改革家们 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经验 碰到危机能提升免疫力 满清被列强锤成了那个鬼样子 但中华共同体却保持了基本完整 这跟几千年的政治练集密不可分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受益 有点扯远了 雍正王朝就解读到这 我时间精力有限 忽略掉了不少支线细节 只挑关节的讲 感兴趣的同学强烈推荐去看原片 如果再能勾起你研究这段正史的兴趣 我会感到很荣幸 最后我用一位前辈的话结束此系列 改革是走地雷阵 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恨之入骨 但我会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钢尖不可夺其志的践行者们 肯定有缺点 会犯错 走弯路 但回望历史 我依然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 刷剧废神 干视频不易 各位如果觉得做的还行 就点赞 收藏 转发来一波 点赞不破百万 工作室就地解赞 现在是掉粉时间 关注电影对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多了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 海报壁纸 电影冷知识与经典家片推荐 还时不时荒腔走板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读舌 安静的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 拜拜